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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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不知道 这样锻炼可以预防老年痴呆 记住哦 一定要两手同时进行 想要预防老年痴呆 过了50岁以后 这三种营养素要经常补充 一 叶酸 有相关研究表明 血液中叶酸含量较低的人更容易患上老年痴呆 大脑功能也会退化的较快 常见的食物中叶酸含量较高的有菠菜 线菜 筋果 柑橘类水果等 平时可以常吃一些 二 胆碱 胆碱是大脑活动的主要能量来源 补充胆碱能够帮助我们预防老年痴呆 补充胆碱我们可以食用含有卵磷脂的食物 如鸡蛋 大豆 豆皮都可以帮助补充 三 欧米格脂肪酸 欧米格脂肪酸也有助于延缓大脑的衰老 一般深海鱼含有的欧米格酸 脂肪酸含量较高 所以我们可以偶尔吃些沙丁鱼 三文鱼 秋刀鱼等 帮助延缓大脑衰老 做到老了也脑葱不明 好了 本期节目就到这里 如果想了解更多养生知识 可以随时私信我们 或者点击屏幕右下方了解更多 小儿姐 现在很多人都处于亚健康状态 你说什么亚才算身体健康呢 老话常说啊 吃啥啥香 这就算健康 胃口好 食欲强 表明你的消化系统也很好 摄取的营养物质容易被机体吸收 从而维持身体的正常运转 这样的人身体不会太差 走路快 走路速度体现大脑与肢体的协调性 若是四肢行动自由 没有任何迟缓 那表明骨骼 大脑心肺都比较健康 而一般上了年纪的老年人 走路的比较慢 大多是由于骨骼和关节退化引起的 体重稳定 体重不稳定 尤其是胖人 患病的几率就越高 三高 心脏病都可能会盯上胖人 而体重突然皱减 也是某些疾病的信号 若是几十年如一日 体重稳定表明你的饮食规律 有固定的体育锻炼 身体自然健康 头发 指甲无异常 头发和指甲都需要血液来滋养 才能饱满健康 若是出现指甲脆弱 灰暗 头发干枯 疫调化等症状 可能身体缺乏维生素 气血不足导致的多加注意 好了 本期节目就到这里 如果想了解更多养生知识 可以随时私信我们 或者点击屏幕右下方了解更多 你干嘛呢 胡子长得快是好事 自带三个好处 雄激素分泌旺盛 男性长胡子的速度 与体内的雄性激素密切相关 雄性激素分泌的旺盛 一般身体的毛发也会长得比较快 也会更加有力量 身体免疫力较强 雄性激素分泌高的人 身体也比较强壮 抵抗病毒的能力比常人也会好一些 雄激素分泌的充足 能够维持人体的基本功能运转和身体循环 对身体健康很有益处 精力充沛 人的精神状态好坏 与体内的激素水平有密切联系 所以胡子长得快的人 也是激素分泌旺盛的外在表现 同样这样的人 一般精神状态较好 生活上也很有动力 男性魅力十足 想要雄性激素分泌旺盛 保持充足的睡眠是至关重要的 其次就是要加强体育锻炼 好了 本期节目就到这里 如果想了解更多养生知识 可以随时私信我们 或者点击屏幕右下方 了解更多 哈喽大家好 欢迎收看健康新星 我是您的老朋友圆圆 洗澡能清除污垢 消除疲劳 舒筋活血 改善睡眠 提高皮肤新陈代谢功能和抗病力 但冬季洗澡有一点 大家千万要注意 不要搓得太用力 很多人为了清洗掉身上的污垢 都喜欢用力搓澡 尤其是北方人 但若是搓澡的太过用力 一位脚心会破坏皮肤的角质层 降低皮肤抵抗力 很容易使寒气和湿气趁虚而入 埋下更多隐患 还有 洗澡时多搓搓这三个部位 对身体好处多多 搓耳后 有助睡眠 耳后有一个安眠学 洗澡的时候用手指指腹揉搓 两侧耳后 两分钟即可 经常揉搓有助睡眠 揉肚子 去湿散寒 肚子上有一个天书学 无论是洗澡还是平时 都可以揉搓肚脐周围 有助行气健脾 散寒去湿 搓脚踝 强肾美颜 外回肩上四红指的位置 有一个人体大穴三阴胶 经常搓一搓 可以强肾 助面 延缓衰老 还能改善女性痛经问题 好了 本期节目就到这里 如果想了解更多养生知识 可以随时私信我们 或者点击评论右下方 了解更多 鱼儿姐 看这个新闻报道 又有人因为抑郁症自杀了 现在的人由于工作和生活压力太大 若是内心又比较脆弱 就很容易抑郁 有抑郁倾向的人 通常会有这几句口头禅 烦死了 负能量过多 感觉生活没有乐趣 也没有耐心 常常挂在嘴边的一句话 就是烦死了 若是这种症状 持续了较长时间 并且越发严重 就要提高警惕了 我的错 我没用 通常抑郁的人都会有些自卑情绪 觉得做什么都是错的 即便不是自己的原因 只要受到一丝压力 或是外界不好的声音 就会说出都是我的错 我太没用了之类的话题 我死了多好 当人的抑郁情绪达到一定程度时 就会觉得生活没有意义 到处都是灰暗 凡事无精打采 若是能早些解脱也好 便会萌生出自杀的想法 若是身边的亲朋好友 出现类似征兆 需要的是耐心的陪伴与劝导 使他们感觉生活还是有希望的 聆听他们的想法 并且帮助他们走出困境 好了 本期节目就到这里 如果想了解更多养生知识 可以随时私信我们 或者点击屏幕右下方 了解更多 郡爷 听说你昨天去医院检查了 是生病了吗 别提了 我全段时间胃疼 实在坚持不下去了 就去医院查了一下 说是我胃里长了 幽门螺旋杆菌 幽门螺旋杆菌是生长在胃里的细菌 会在胃里产生毒素 损伤胃黏膜 有发胃溃疡或胃炎等疾病 最常见的外在表现 有这两种 口臭 感染上幽门螺旋菌 会产生具有臭味的碳化物 臭味会通过口香散发出来 即便是用各种清洁方法 都没有办法去除 食欲不振 如果感染了幽门螺旋菌 消化系统会出现问题 导致饮食减少 体重减轻 贫血的情况发生 而且还会有腹泻和便秘交替出现的现象 若是胃里长了幽门螺旋菌 不妨用冬材浆泡水喝 冬材浆是一种摇石铜源的植物 可每天去两只7克泡水或煮粥 有助修复受损的胃粘膜 抑制幽门罗干卷 还可以起到温味散寒 消失止痛的作用 好了 本期节目就到这里 如果想了解更多养生知识 可以随时私信我们 或者点击屏幕右下方了解更多